OK喔 好 在中間 中間的部分 去年奪下金鐘新人獎的藝人蓮余涵 躲金後不只契約不斷 文靜清新的形象 也讓她獲得不少廠商青睞 愛爬山的她 近日又為登山鞋品牌站台 談到登山必備的用品 蓮余涵居然拿出了一株 叫做刺刺的空氣鳳梨 她說自己經常帶著刺刺趴趴走 還會跟她講心事 聽起來真的超怪的 我大學同學我之前就帶她出去 她帶我去九份踏青 然後我們也是有爬一點山 然後我有帶她去 然後我大學同學 就從頭到尾一直罵我 然後後來回去以後 就告訴其他同學說 你知道她真的超怪 她為什麼帶這個出去 我就說 欸妳帶我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也想要帶我的植物一起去 而且我說她不佔空間 為什麼我不可以帶她 然後她到現在都想到這件事 都還是會一直求我 所以我今天等她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尷尬 我覺得帶植物出去 就像有人會帶小貓小狗出去玩 為什麼我不可以帶我的植物 連余涵也秀出自己 和山友曾少宗一起登山的照片 她表示曾少宗超有行動力 因此兩人經常相約 那未來的另一半 也需要喜愛爬山嗎 也沒有欸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爬山的潛力啊 如果我有另外一半的話 我會說 欸妳要幫我去爬山 但如果不要一次 我會問她十次 她總有一天會答應我的吧 對吧 那她一定要愛空氣鳳梨嗎 沒有空氣鳳梨是我自己的 她可以愛她的別的東西啊 我怎麼知道 因為 對啊 好像空氣鳳梨 就是因人而異吧 有些人會覺得我就是 為什麼要喜歡這麼怪的植物 可是 我覺得我蠻喜歡她的啊 好啊